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兴建 耗费六年时间 策划导演美的葬礼 影片拍摄同时 取景和景深用高速摄影 像绘画一样构图 希望每一个镜头单独看 都是一幅绘画作品 这也集结成书 这不只是一本对美学批判的书册 也是对社会的批评 高兴建认为 把文学艺术作为革命的工具 革命的武器 这是改变了艺术的本性 这个艺术变成了工具 不同于政治 不同于意识形态 我们也不反对香水 也不反对服装 结果也不反对市场 社会生活 你还是要有产品 还要卖 还有消费 这也是人的正常需要 但是变成艺术 这就荒谬了 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而且把这个真正的艺术创作 给俄各杀了 高兴建指出 当代艺术不该是否定前人的文化遗产 所以他跑遍世界各地 就是要呼唤文化艺术复兴 不过这部作品跨越欧美亚洲 华人世界 就是独缺中国大陆 新书发表的时机正好是文革50年 高兴建没有参加到反思文革的行列 自认远离中国没什么好谈 高兴建表示 我一远离中国 我在巴黎已经是第27年 我这个影片跟中国一点关系没有 是当今世界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文革 它就不只是说当代艺术的问题 它彻底否定文化 什么都否定了 连书都烧了 是吧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那可以是到了 到了极点了 到了这个文化传统 就毛泽东所谓破事就 破事就 连这个古董的花瓶都在砸掉 你还不要说文学艺术了 那就根本就不在话下 不用谈的事情 高兴建长期在台师大担任蒋座教授 这本书是由台师大出版发行 整部画册高达403页 台师大校长推崇 这是本具有重量级内容深度的作品 书的价值太高 不卖只送典藏 而高兴建也捐出版税资助台师大 成立行建阁舞蹈教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